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觉像小炒肉冰淇淋,很新鲜的感觉 在本地拿完的东西,再放在冰淇淋上 可以说是手工冰淇淋,一起了解一下 昆仑山,冰淇淋,柠檬草,黑芝麻,五常度米香 的确要过来找的,你走过来也有一段距离 意大利手工工艺,古港羊肚冰淇淋,古港鸡仔饼 试试这个,古港鸡仔饼 名字好像很糟糕,撞到爆爆声 试试一下,好吗? 我们试试一下, 试试一下 冰淇淋,原来可以这么好吃 冰淇淋,冰淇淋,冰淇淋 冰淇淋,冰淇淋,冰淇淋 可以用最新鲜的食材来处理 不然每样味道都有 好啊 贫婆果,刚刚吃过的,我对印象深刻的是 有点像卤子的感觉 有点微粒的成分 所以咬一下,多了一点的层次感 这种是手工的,除了是香味外 它用多了食物的结构 我现在是熟客 你觉得这里最大的反式是什么? 它一般会用中式的食材 所以我喜欢吃意大利冰淇淋 但一般意大利冰淇淋 例如柠檬,开心果 这种味道很常见 但这里基本上都是中式的材料 所以我觉得每个味道都在这里才可以吃得到 这个是鸡蛋仔 鸡蛋仔 不好意思,鸡蛋仔 我经常说鸡蛋仔 不要 这个口感很充激 它的香味在于鸡蛋仔饼的油香 再加上芝麻 当然他们也说加了酒 果仁 最近我们去吴川 拍完吴川大月饼的味道 有点像误人的感觉 蛇的味道 比我感到开心 的地方是 它们是以这种年轻人很容易接受 还有很甜蜜的方式 去传承我们的粤菜 传承我们的味道 这个是木瓜雪甲 各位,这些做骨头都創意,一个月会换两次的味道 今期他们在做黄埔古港特色 你说广州市区有没有? 刚才问了那一对是没有,这边也说没有 我也没吃过 有的话可能是进口的味道,什么酒,香,水果 这个时间的木瓜未必是最好的,或者是混合了其他食材 有点苦,有点稠 只要你告诉我,它是手工的本地食材,内心是一种宽恕的感觉 是原谅和可以接受它的发明 我们这个是比尔华 虽然说是硬质雪糕,但是它的口感是比尔华,空气感比较弱的 之前不是说你们那边有很多其他的古营精怪味道吗 对,我们是要研发120种中国本土食材和意大利手工水果 有酒的,有茶的,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就是硬剂的食材的 我们是希望说,因为很多人都讲说 他们东西做的好吃是因为什么,是因为都是用进口食材呀 然后所以做的就是很高档啊,怎么怎么样 我们是说,觉得其实任何食材,只要你选对了品种,然后选对了表达的方式 都可以做出好吃的味道 不关乎是进口啊,是不进口 咱们本土的就是农田里种出来这些东西 一样可以给它一个很好的表达方法 然后让它表现出自己的魅力这样子 所以我们当时是这样一个初衷来开始的 就是希望能从农田然后来到这个变成这个雪糕的形式 我们我们还挺挺害怕这种情况 他哪怕你尝了你真的不喜欢你告诉我 我也知道就很怕那种说我只拍照 我真对你的产品没兴趣 然后我们就我们这地方真的不适合拍照 真的会特别难过 就是如果我客人不吃 就亲生的你知道吗 请你准备好了吗 我们要开始生了 虽然今集是吃雪糕 但是在吃雪糕的背后我发觉 首先是他们两个是一个非常之有趣的灵魂 很专业,很敬业,很尊重食材 而且我觉得他们两个是非常之不容易的 创业阶段 首先是有趣的这个老板 然后呢 味道是好的 这种真是加分 加星 诚意邀请大家 过来这里试一下 哇,那道诚意邀请 好像那间店铺有粉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他们写着120种味道 中国的味道 去融入到雪糕当中进行一种尝试 的确实是尝试来的 没有人去做到鸡仔饼味的雪糕 哇,大哥 有没有搞错啊 你不做那种臭豆腐味 可能有可能的 听起来好像很烦恼 很信心 但是你吃下去就觉得 是OK的 而且又不算太贵 又不算太贵 过来这里 他要说 就是他每两个星期更新一批 可能你们过来的话 就未必会吃到我们刚才吃的那个鸡仔饼雪糕 我想你们除了看到视频 看到美食 看到他们开心的容貌之后呢 你们内心自己会 释放一些东西 其实那些更加值钱的 更加值钱的 好了 到最后 希望大家在岳国平台 去到我们品成记的微信公众号 关注我们 点击我们 告诉我们 去到下方菜单 告诉我们 有没有一些 好像他们那样 有OK的美食 很特别的美食 跟我们一起分享 到最后 多谢NFL 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我是嘉昕 不知道有没有烧鸵味的雪糕 姜葱味的雪糕 所以我们可以参加 这边是我们的 有没有烧鸵味的雪糕